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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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你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宜蘭櫻桃鴨肉 肉質軟嫩又鮮甜 是很多老饕的最愛 通常在高檔飯店 才能夠一嚐它的美味 但在宜蘭市 有一家被網友票選為 第一名的平價烤鴨店 這裡的櫻桃烤鴨 做法非常費工 不用瓦斯 而是用炭火燒出皮脆肉嫩的好滋味 而且價格很親民 年輕的老闆陳玉達 當初借錢開店 壓力沉重 還要面對親友的不看好 但是高檔烤鴨走平價路線 意外讓它的烤鴨因此爆紅 剛開門營業 電話鈴聲就響個不停 都需要搶著預定烤鴨 好 安妮請點要拿 好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 這剛出爐的烤鴨 外皮是漂亮的焦糖色 還不斷滴著誘人的鴨油 每隻頭好壯壯 都是依然在地出產的 美味鴨種櫻桃鴨 通常在大飯店才吃得到 一直動輒上千元起跳 這裡卻賣得很平價 就是普羅大眾 都可以吃的那種價位 一般可能想到的就是 到那種五星級的飯店 所以會比較高 對… 但這邊我覺得口味 口味上還不錯啦 就買過一次之後 都覺得很好吃 就一直來買了 而且價格也比較親民 是上桌嗎 對啊 要趕向客人的嘴 出餐台前 片鴨的手從沒停過 俐落的刀工 烤鴨瞬間變成盤中佳肴 外皮脆 肉卻很多汁 還透著些粉紅色澤 大口吃下 熏烤的香氣就竄入口中 包在自製的餅皮裡 又別有一番風味 抹上獨門甜麵醬 再加點三星蔥跟洋蔥 包起來爽快咬下 餅皮的麵香跟蔥香 完美融合鴨肉的鮮甜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要有這樣的好味道 一早還沒開門 就要全員出動 把剛送到的鴨子 處理好 我們都選 宜蘭的櫻桃鴨 那它每一隻的重量 都大約三斤半至四斤 這是鴨鹽 鴨鹽主要是能去腥 然後增加它的香氣 鴨鹽 鹽有滲透鴨 滲透鴨的功能 在鴨肉遇到有鹹分的東西 會激發它鴨肉的甜分 醃好的鴨子 吊掛起來灌氣 讓鴨皮肉分離 這是好吃的小秘訣 接下來淋過滾水 鴨皮變得光滑景風 就能一隻隻仔細地 來場麥芽玉 主要淋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皮會脆 完全都是天然的東西 用麥芽下去 加上自己的配風 風乾完鴨子進爐要先烘二十分鐘 再烤上至少四十分鐘 才能確保鴨皮焦脆不軟 你現在就可以看得到 它烘完鴨的過程 大概就像這樣子色澤 有沒有 像一層糖衣裹在上面一樣 那櫻桃鴨比較特別 因為它的油比較多 所以你在烤的時候 它這個表皮會一直在出油 滴 一直滴 然後把油都滴掉 在滴完的時候它的鴨 它烤出來就會有一層 人家所謂的 紅糖色 紅糖色 陳語達不用瓦斯爐 而是選擇採用骨法 混合兩種炭火烤鴨 用火候鎖住肉汁 烤鴨的過程要記得 我們在控制爐子的溫度 取決於你的木炭 木炭的多跟少 跟它火力的旺或不旺 都會影響到你烤出來的鴨子 走 不同天氣 溫度 都會影響炭火烤鴨的時間 為了盯好每一爐 陳語達手上大大小小的燙傷不說 頻繁掉鴨 讓它的掌心也都是厚厚的老鹼 但它不嫌苦 就是什麼都要自己來 機器快速攪打 用來包鴨肉的餅皮 陳語達也堅持手作 而且在面裡頭還有學問 打著打著 顏色就變了 我們是用薑黃醋 對 所以它吃起來不會有 太大強烈的味道 但香氣特別棒 那主要一般的麵皮人家 他們是用燙麵 可是我們是用生麵跟燙麵下去做 所以口感會比較紮實 打好的金黃麵糰 先加點自製的鴨油 切成大小適中的塊狀 在鴨麵台上一顆顆整對排好 再刷上精亮的鴨油 接著掃上一層麵粉 這步驟就要重複三次 才能讓麵糰吸飽鴨油香氣 切割 搓揉的勁道也是功夫 如果你一直很大力的去搓揉它 它就會越來越長大 韌性 筋性就會越來越出來 這時候的餅會變得比較硬 所以我大概是抓把它搓開 能切成我們要的大小就好 不能一直搓 所以速度是關鍵 壓好還要上煎台 用溫度提出香氣跟口感 很難想像光是麵皮就這麼高剛 至少得花上將近四小時來製作 開店前就得趕快準備好 趕趕趕跟時間賽跑 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五個小時 就是陳玉達的日常 我比較土法煉鋼 如果你們真的來 有吃過這樣子的鴨子 你會覺得說這些事並不麻煩 因為我覺得你們 你們講一句話好吃 我會覺得這些事沒什麼 陳玉達年少時叛逆輕狂 獨自到台中生活了將近十年 但心疼父母年脈 選擇回到家鄉宜蘭重新開始 靠著過去的餐飲經驗 開了日本料理店 眼看一切都很順利 但疫情之下 每個月高達十萬元的虧損 讓他只好結束營業 對未來茫然的他 在媽媽鼓勵下 決定用適合外帶的烤鴨三吃 重新挑戰開店 因為他說 我做的烤鴨 是他吃過最好吃的 剛開 有喔 我剛開的前三個月 我每天都睡不著 就是每天你都會想說 要嘛就不要睡覺 不然都去見你待著 那你待著要幹嘛 對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待著要幹嘛 因為你就真的睡不著 難以言喻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 背負借來的一百八十萬開店資金 陳玉達沒有回頭路 不只要面對內心龐大的壓力 還有身邊親友的不看好 有的比較嘲諷 嘲諷就是說 一個好好的日本料理主廚不當 跑去做烤鴨 我是憑自己的努力 雖然說可能每天都滿身大汗 每天都把自己身上用的汗臭味 那我覺得還是滿值得的 要做還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 陳玉達特別挑上 宜蘭在地的櫻桃鴨 一改過去大家高貴的形象 把櫻桃鴨便宜賣 如果是坊間的烤鴨店 要用到櫻桃鴨的話 它賣的單價會很高 可是我比較屬於平價路線 像你買了也不會有壓力啊 而且你還可能一個禮拜就來買三次 那什麼辣 獨特做法反而在競爭的餐飲業中 殺出一條血路 多樣的吃法也是操客最愛 熱油爆香後 烤鴨的鴨架子下鍋炒 它最重要的精髓是在 控制它的火候 跟我們調的醬汁 你看它現在醬汁在爐裡一直冒泡泡 它代表著鴨果一直在吸收它的醬料 用傳統甜麵醬加上獨家秘方 鴨骨收汁更能秤出本身的鮮甜 上桌後染上醬色的鴨子看起來很誘人 鹹而不膩的滋味讓人胃口大開 醬爆鴨骨就是在地人最愛的吃法 不過點子多的陳玉達可沒停下腳步 還研發了特別的涼拌鴨骨 加進煙毛豆跟琥珀色的醬汁 鴨骨進去攪拌均勻 口感清爽不由 但吃起來超夠味 第一次吃那個涼拌就覺得 這超讚的 一般的這種烤鴨店 它沒有做這種涼拌 而且它裡面還加了毛豆 口感比較清爽的 很帥氣就對了 對...不會那麼油膩 客人讚不絕口的好評 讓一度茫然的陳玉達找到方向 這樣的好滋味還曾經被網友票選為 第一名的烤鴨店 即使工作再忙再累 他心中的熱情反而有增無減 我不會說一定要做到 可能登上米其林或什麼 那些都太無稽之談了 但是我只好能做到事 我對得起自己就好了 我問心無愧嘛 這樣的品質跟這樣的料理 如果是讓我做三十年 我每天還是會很快樂 享受料理的過程 發揮職人般的挑戰精神 陳玉達在小小的店面 打出知名度 即使忙碌 卻也是最快樂的過程 出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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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知名度 職人